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好 装很大哦 所以今天拍的视频超难看的 今天很早哦 谢谢秋天的奶茶 我在想晚上要不要等等要不要去看个电影 希望我可以上公演哦 今晚要通宵嘛 明天还要拍摄哦 我要连续拍三天 想看着你 我爱的脸 把心里的感情 都对你说 那马不上天天都在晒 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人子更黑白 是吗 好忙哦 全四号位都不在 他们是有什么外屋吗 不知道耶 可能会在吧 九号十号可以上 我也希望应该能上吧 不上我也会去剧场的好不好 好吗 好吗 因为九号我有那个 然后十号 就是 有事反正会去 啊金曲的外物 应该是哦 应该是哦 要好像说要看他们的表现 然后要很 就变得很整的上 五个口环 大概就看我不管了 那你可是你不是 买你们不是买了票了吗 今天这么早 因为 因为 对啊为什么今天那么早 好那我下播了 没有今天想早点休息 等等晚一点想去看电影 没有啦主要是今天就 对晚一点再休息 因为之前都是先回中心 然后收拾一会休息一会再直播 然后今天晚上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对本来是想今天上课的 然后就 提前到了昨天上课 明天就要把拍摄堆积起来 然后8号再上课 然后明天还要录音 所以 没有要下播了 所以今天就早一点直播 然后 今天就早一点直播 然后晚一点 亮哥休息 明天要早 也还是要早起拍摄哦 对啊这周都很忙 我都没有想到这周这么忙 老师也说没想到我这周这么忙 就是想约 约上课都约不到时间 是不太淡啦 今天的妆 要不要加浓一点 还没有打一秒哦 我身边 分享生命中的一切 晚上好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说 那还是早点睡好 谢谢颜颜帮 很淡好吗 晚上好 谢谢玫瑰花 好久不做这样的卷发了 我还是真的很喜欢泡面卷 今天总选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能不能积极问我 你一定要给我投票哦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5月份吧可能 现在就有日常可以支持一下 集资吗 确实呢 谢谢应援帮 加油 我看你们之前都说了些什么 晚上好啊 对啊 最近超忙的 哈喽宝贝 新人算是确定队伍分配了 没有哦 就是代艺而已 我们是最健康的朋友 我们对来 我们对公演的三个人 三张 三张已经全部认识了 只能够自信洗手 喝完再一起洗手 晚上好 然后因为那天我也换了位置 所以让他们过公演的时候叫我 我就加了微信 我吃什么 谢谢小红PP的99个应援棒 都很好啊 100个 今天我心情有点悲伤 但希望你快乐 为什么呀 方便讲嘛 对我也很喜欢卢广仲的歌 这首歌很不错哦 这首歌很不错哦 After Dinner 上次的 今天也有PK吗 上次的PK结束了吗 10号没有直播 哦 哦 哦 为什么 晚上好 我们是最健康的朋友 有幸时期告诉我 我也想要跟你说 但我只能够自信洗手 喝碗菜一起洗手 每天的PK Party 要好好照看 你的爱人哦 After Dinner 晚上好 我知道不念常啊 After Dinner 所以也希望大家开心啊 哦还没出来直播 晚上好 结束了 我们 我们是弟子啊 我们肯定是玉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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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直播都很认真耶 那还都不认真 哦 谢谢 大白粗买糖 送到黄欢 我可以给你唱首歌哦 你愿意听吗 虽然现在没有 没有混响 哦 有点大声是吗 四月大概四月底的时候 所以After Dinner 拍红也不用加吗 下次吧 好 是吧今天妆好淡哦 真的没关系吗 可是今天拍的等于视频 就不是很OK 有把自己瞅到 因为妆实在太淡 几乎素颜 谢谢GC要发芽颂的夜点 苏州人 我们广西人也很少的 我再加点眼线好吧 你们说我等等 要不要去看电影呢 隔壁的多 你念了好几天 肯定想看 对待看来有点晚 怎么样画眼线不会守得 你可以用一只 你可以 用一只手 为什么我不会抖 可能是因为我不害怕 就是没有看我的姐姐 其实你自己的手 你不会 不会 你 怎么说呢 因为你们看我现在其实没有画内眼线 我不能画内眼线 我画内眼线会压眼睛 就是显得眼睛小 所以如果只画眼尾和眼头的话就不会不会抖了吧 可能 嗯 听说累点很多 让别人画会害怕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让别人把我画过转了 晚上好 或者我之前看过一个UP主说 你用手去抵着 去抵着你的脸好像就不会抖 晚上好 如果加加三合和修容就好 嗯 有这个想法 对啊 就只有这么迟 我才 我才结束 拍摄不久 然后刚刚拍了个南普视频发到抖音上 我会戴美童啊 一开始也不会 我觉得塞不进去 我眼睛其实算蛮小的 后来就习惯 晚上好 你可以叫我浓萱萱哦 那个超凯 没有 对啊 我们没有化妆师的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学化妆课 怎么说呢 化妆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 每个人不一样 你们懂吧 要对症下药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所以你要多化 慢慢化着化着就会好看 多化多看视频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装画 他的脸上是好看 但是画在你的脸上就是 不好看的 有一些装画在别人的脸上不好看的时候 画在你的脸上就好看的 就 就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压光的眼影 或者是不赢不赢的眼影一样 好可爱 谢谢夸奖哦 我做的什么让你觉得我很可爱 对要不停的修正和修改 今天这么早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很早就化好妆了 今天十点钟就开始化妆了 也没有一直都很可爱 谢谢玫瑰花 天赋 你是说化妆是天赋 还是可爱是天赋 今天搞得早 所以就没有等待化妆的时间了 而且也不用说回去了再休息这个样子 就先不休息休息时间就稍微淘汰一点 嗯 我每天化妆设都在想如果 妆是可以印在脸上的就好 你们等一下我好不好 我的眼妆好厉害怎么换 你是说 你是说日常还是说公眼啊 这个妆其实蛮日常的 而且我还是改过的妆 因为中间有一段就是要拍素颜的 所以就把它擦掉了 所以就把它擦掉了很多 我想去拿个粉饼 眼影盘我推荐大家用这个 好像是好 好 好 诶 比利时还是好利时 那个巧克力联名的那个 伊地珠的那个 想当天美妆直播我播过 播了四个小时 我跟你们讲 我很认真的 真真真真的从素颜开始化的 嗯 诶 那个叫什么巧克力来着 好实力是吧 好实力是不是 这个盘很实用的 这不是浪彩的 浪彩也有一个盘还蛮不错的 上次 诶 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 就上个 上一次我带那个 我是在口袋直播 直播化妆的 口袋比较真实一点 就是从真素颜开始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真素颜开始 我化妆真的好看吗 去B站补 你现在就去补啊 但是有四个小说 你可能要快进看 废话比较多 因为毕竟是直播 你们知道 其实一个妆 它要做很久的 你们看那些什么 美妆视频 它们都是剪掉了很多的 而且我也是慢慢才变静致的 以前我从来不用工具 化妆都是用手 然后现在才知道工具有多重要 我贴刷眼皮贴 还有贴假睫毛从来不用手 都必须要用工具 而且用刷子最大的一个作用 是蕴染 蕴染是很重要的 不然会显得眼光很脏 我觉得化妆哪里最不好化呀 我觉得眼影真的化的脏 真的会显得不仅显得眼睛小 而且会 对我觉得 显脏就很糟糕 眼线其实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不会画的话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自然的话 就是要用眼线胶笔 但是需要用那个刷子 去把它弄顺滑了 因为一般眼线胶笔 你们看都是这么粗的 这么粗的是画不出那种 很好看的那种眼线的 很流畅的眼线的 然后我给你们推荐棕棕色的眼线叶笔 是不是有很多男生没有兴趣啊 我跟你们讲男生画照很重要 特别是修容 这个 这个这一只棕棕色的 这只很好画 然后平常素颜的话 其实 你们看 很流畅 素颜的话其实画眼尾 还有一点眼头就够了 这一只 推荐这一只 棕色的 它就很自然 不管是黑头发 还是浅头发的都可以用 这是眼线叶笔 比眼线胶笔要好画一点 而且没有那么麻烦 眼线胶笔的话 你们等我去拿个工具 假小子 要画的 你们可以买 胶笔好难上色 这个 那个什么 UNI的 那个牌子是吗 是叫UNI吗 还蛮不错的 我知道这些牌子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我觉得这两只都蛮好用的 对 但这只太粗了 我一般就只是画一半 然后就会用那个 专门的那种眼线 眼线 眼线胶笔的那个刷子去刷开它 真的很好用哦 长痘怎么办 你说长痘怎么化妆吗 建议去买那种 涂的那种 那种胶 不要用那种痘痘贴 就是涂的那种胶 完了之后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就是你化妆 千万如果你长痘了 你不要去闷它 就是不要用化妆品去 直接按压在它 就是你的伤口 或者是痘痘上 然后你想遮它的话 用遮伞啊 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 越干的遮瑕 它的遮瑕力是越好的 就是越能扒得住 持久性越好 我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个 歌军魅影 然后最近我种草了一个 遮瑕也非常好用的样子 好像叫什么JX 对不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我打算下一次 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用完啊 这个是200多块钱 嗯 这是什么种草视频吗 大家会不会看着很无聊 然后就出去了 就是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用 我用了 我好像是用了有好几年了吧 两三年了好像 对都还没有见底 因为遮瑕少亮多次的 就不要 不要 你们看 中间这个我一般拿来打高光修容的 嗯 你们看 而且就是 朋友都是被我安 就是团内很多 在广州 在广州 我和另外一个成员一起拼的这一盘 我当时问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拼 然后我们两个人是第一个 用这个歌军魅影的遮瑕的 之前大家都用那个什么IPSA 但是IPSA我觉得 它还是有点太湿润了 嗯 就是不容易遮瑕 而且 我建议新手啊 就是不会用遮瑕 就是 不是用大师级别的 不要去用那种五颜六色的遮瑕 真的 画出来就是妖魔鬼怪 真的 这种就不需要你去调色 基本上就不用你去调了 就直接沾就可以了 不会嘲讽你啊 怎么会 怎么会 突然不想走了 嗯 我会有 新手调 这个根本不用调色 基本不用调色 基本上不用调色 嗯 基本上就不用调色 就什么颜色都有 嗯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跟你们讲 它有一个三色盘的 我这个是买的最基础的那个盘 然后三色其实就够用了 然后 我还最近还被种草了一个 因为我真的经常看美妆视频嘛 很臭美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上镜真的不好看 然后想要自己上镜更好看一点 就 做了蛮 蛮多功课的吧 然后最近有种草一个遮瑕 我看一下叫什么 诶 等一下 那个也不贵 嗯 然后格局面影我建议大家买三色就可以 而且这个真的能用很久 但要不要嫌贵真的200多不要嫌贵 它能用很久 然后遮瑕的药领就是少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 然后 痘的话好像 黑眼圈的话 要用这个三文鱼色 或者是这个颜色先去打一个底遮 然后内钩的话就用 笔米肤色 就是笔米粉底液 再白一点点的颜色去 用那个 笔一点点去涂 长了好多痘 眉毛画法有没有案例啊 哦 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问题 好像我这是什么化妆大师样好 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经验 如果说错了 分享错了 大家不要怪我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我 非常有 说的有用的话 可以给我 嗯 就不用 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这种 不用三连了 大家送一朵小玫瑰花就可以 哈哈哈 假推了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哎呦我肚子好痛 我笑肚子痛 谢谢玫瑰花 你们等一下我去拿我的化妆工具过来 我给你们讲化妆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之前完全不用化妆工具 但是画的也勉勉强抢算过的去吧 然后最近真的有很精细的在一个一个去用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哦 嗯 因为如果你们就是没有给我反应的话 我觉得我讲的很无聊 没有人听 那我就会马上换话题 万圣节灌扰 加腿啊 谢谢 没关系听多就能懂了 长痘只能调留 我跟你们讲 长痘最重要一定是多喝水 多喝水 真的超级有用 而且我之前有很多 我从初中开始嘛 因为我是不怎么长痘的复制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是长痘的 嗯 然后大家都比较臭美 就男生也是 男生不怎么化妆 所以皮肤 皮肤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洗面奶护肤品 其实你们都要用 但是你们要注意不要去 经常去脚质啊什么的 就是破坏你的 不要让你的皮肤变成敏感肌 就是痘痘痘啊 或者什么的 很容易变成敏感肌 嗯 卸妆一定要卸的好 一定要多喝水 真的一定要多喝水 我跟你们讲 我喝水的量 绝对是团里面 top16好吗 top16 绝对是top16 真的 真的多喝水 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后 我接着讲 为什么 多喝水 还有一个原因是 嗯 之前我有朋友 我有 我有两个朋友 而且是男 男生朋友 也不算朋友吧 同学 一个是 我是爸爸 一个是 其他班的 同年级的一个同学 我后来也是听说 他去了皮肤研究所 就是如果你们的痘痘非常严重的话 因为痘痘长得太多 会容易流疤 你们可以去皮肤研究所去治它 嗯 真的 还是很有用的 然后他好的就非常快 然后初中完了之后到高中 我就 又认识一个同学 就是也是男生 然后痘痘也是很多 嗯 对 因为女生基本上都不会跟我讲这些烦恼 然后男生的话 他们其实也没有 有没有跟我提 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我会直接跟他们说 你这个痘痘 会不会很担心啊 然后我会直接这样讲 他们就说会 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皮肤研究所 然后就也去了皮肤研究所 然后他们就好了 对他们就好了 就可以说 从百分之八十 好到百分之十 肯定不可能完全好的 因为你之前的一些痘印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消掉 那这个的话你可能要去去巴的什么 那边去看看 嗯 知心大姐姐 热水嘛 普通的就行了 冷水少喝 冷水少喝 嗯 冷水少喝 如果大家不喜欢喝水的话 你们可以做一些辅助 比如说果汁啊 或者是我就很喜欢喝茶 我就很喜欢喝茶 什么柠檬茶呀 洛杉花茶呀 就各种茶 对 我就喜欢喝有一点味道的吧 那这种也是水 嗯 嗯 嗯 然后我之前也有朋友 因为我长都长得不多 但是偶尔还是会长 嗯 如果大家长都长得不多的话 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膏 因为也是我之前一个成员推荐给我的 叫什么高来周 会不会有人知道啊 就涂完了之后 就它不能晒太阳的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涂的 而你涂完之后 皮肤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干 被凉眉的 不许凉眉 对 借糖皮肤的身材都会变好 真的哦 奶茶其实是可以喝 但是你们如果可以习惯没有糖的话 是非常OK的 柠檬那个酸酸吗 不是不是 就是真的是药 真的是药膏 真的是药膏 嗯 很借他没有 阿达帕琳琳酱 哎 好像就是这个 哎你怎么你怎么知道呀 哎好像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你只要涂在你长痘痘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许 必须了 喝奶也会长痘呀 那可以少喝一点了 喝奶会长痘吗 我不知道呀 应该是阿达帕琳软胶 嗯 会的会的 但是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干 所以一定要做保湿 就是一定要去涂水之类的 去痘印有好方法吗 我建议大家不要激痘 我建议大家长痘了不要激痘 真的不要激痘 嗯 不要激痘 然后 如果皮肤 就是皮肤问题真的很严重的话 就是脸上的那些痘痘啊 什么很严重的话 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皮肤研究所 然后治完了之后 他们从 对基本上那两个男生 因为那两个男生 他们真的蛮严重的 所以才去才去那边 就是脸上大大面积吗 比较大面积 大概是百分之七八十吧 然后去了之后 基本上都是 有一个人甚至恢复到了只有百分之五 就是星星连连可能只有五颗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人是恢复到百分之十 就是皮肤 然后他们本身自己又很白 所以就很好看 不急好像也无解去不掉 就阿达帕林软胶啊 对不要乱挤痘痘 而且危险三角区域是不能挤的 很容易就是感染 会得很严重的病 谢谢谢谢大家的玫瑰花 然后 对 然后那个医生就推荐他 就是建议他说以后要多喝水 所以他每次吃一根辣条 就是一点点辣条 一点点辣条 他就会喝 喝一大杯水 一大杯水 水真的很有用 谢谢 谢谢玫瑰花 好然后 福西地酸乳膏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个真的是叫阿达帕林软胶吧 应该是 因为我 后来我有推荐给其他的朋友 那个是真的很有用 嗯 一直正装的话好像七十多块钱吧 好像是 阿达帕林 皮肤科有时严重了会做什么蓝 红蓝光治疗 你们都知道 我去拿我的 哎哎我找到了 那个是 JX三色遮瑕膏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也能用很久 而且 这个听说也是非常实用的 嗯 可能跟这个差不多吧 反正我是被种草了 但是我自己还没有亲自试过 然后 嗯 大家可以看情况 这个也才95块钱 但他这个肯定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多 嗯 我看这个是40克 然后这个是 嗯 这个是多少克呀 我看一下 对这个也是很持久的 他怎么没写是多少克呀 这个遮瑕力也非常的棒 然后这个是15克的 这个15克 遮瑕都是少量多次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就是 嗯 太少量太少 对 我刚要跟大家说的是 越干的遮瑕 越干的遮瑕它 越干的遮瑕它的那个 遮瑕力越好 持久度越高 就是扒的越老 黑头咧 黑头不要挤哦 黑头不要挤哦 黑头越挤 如果你不做好收缩毛孔的话 它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脏 嗯 好像 人慢慢变少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转话题了 哈哈哈哈 谁给我发微信啊 哇哦 哇哦 好呀 嗯 嗯 谢谢玫瑰花 已经准备跑了 哎呀不要跑不要跑 你哪有痘痘啊 啥时候有浪彩的直播 但是我不带这些货 嗯 但是我有认真的在在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之类的 就比如说上次出口水还有一些吃的啊还有一些喝的我觉得都非常有必要就是这个我自己就有很多就买了很多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我没腻啊 我没腻啊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先去拿我的 我先去拿我的化妆醒过来 我可以继续再给你们推荐的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化妆还还算ok的话 蛮有说蛮有说服力的谢谢说服力的说服力 美妆教程呢一些分享而已 真的好会讲 不是这个是真的好 然后我给你们讲我有听说就是 其实嗯歌剧妹如果你们觉得它特别干的话 特别干的话你们可以用 嗯就是吹风机热风稍微吹一下 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冒水珠的 它就会变软很多 嗯想学眉毛 说服力洗了个澡回来 那么快洗澡那么快 谢谢你元帮眉毛的话 嗯一个要领 一个要领就是眉头一定要淡 其实我整体眉毛都很浓 我已经消掉很多了 因为现在遮瑕遮掉了可能你们看不清楚 但是呃其实我眉毛很浓 然后很很浓很宽很密 然后我自己就修眉毛啊 你们想把眉毛画的好 修眉其实也很重要的 就是你们不仅要刮而且要剪它 因为有些眉毛它会很长 然后完了之后你会就像熬白一样 笑爆笑爆 然后完了之后 因为我眉毛又特别的浓嘛 所以我每次化妆 就是眉头一定要淡 眉头一定要淡 不然会显然你眼很凶 眼睛很凶 除非呃男孩子的话 其实眉头不淡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每次一定会用染眉膏 这个染眉膏不是很好用啊 不推荐哈 这个用染眉膏不是很好用 不推荐哈 真的是熬白啊 真的 嗯 痘印只能慢慢淡化 包含体质 对千万不要挤痘痘 因为痘印只能会很难消 嗯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还蛮 蛮容易融化的 所以我觉得不算干了 嗯 什么时候包浪菜 好像是下周吧 十几号那一周 十一 十二号那一周 然后对眉头一定要淡 然后因为我眉毛真的特别 特别的浓 所以我每次都一定会用染眉膏吧 眉头这一块就是 扫一下 而且我们 这是我之前跟我们 呃 化妆老师学的 就是你眉毛的颜色 一定要比你头发的颜色 要淡一个度 男生化妆了 男生化妆的话 就是要 要遮瑕 画眉毛 然后 可以用阴影 可以用阴影 女生也是哦 在画眼影之前 可以用阴影 就是在 眼的轮廓这一边画一点 但是 记得一定要晕染 一定要保持眼部 就是眼部周围的 那个干净不然会显得很脏 然后鼻梁 这里也可以画 然后鼻梁记得不要画的像一个 像一根竹竿一样立在这里 很可怕好吗 你们就扫这里 然后可以顺带 这里来一点 不要一条下来 然后鼻头这里也可以扫一点 很浅的发色不就是白眉毛 如果你有眉骨的话 如果你有眉骨的话 我觉得没有眉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没有啦 有一些白金的头发 你可以完全用深色的眉毛来 去就是 完全画深色的眉毛也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一般很浅头发 我就尽量就还是跟它保持一致 眉骨是这一块 这一块 眉骨其实很重要 我去拿我的眼影刷过来 化妆刷过来可以吗 女神用不用粉铺 of course 眼影总化不好 下周就要记晓亮了吗 其实一直都有在记哦 哎有点站不起来了 赶上了 就那么多 嗯 知识盲区 哦等一下站不起来了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嗯 等一下 站不起来了 再见 等一下有点麻主要是 不是奶茶是鲜榨柠檬洛神 因为不懂所以觉得都好有道理 其实我也不懂的 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只适合我 就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嗯 嗯 有种草眼影 眼影 我其实基本上就是用这个盘去战胜它的 哦给你们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颜色 特别特别实用的单色眼影啊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买新的哈 他已经被我用脱了皮了 这个颜色真的特别好看 无论是什么气质 然后什么 就什么场合我觉得都能用到 然后无论是什么型的 就是无论是姐姐型的还是甜美型的元气型的 还是说高冷型的都能用到这个颜色 特别好看 嗯 有没有 有没有克莱表给我说一下这个什么颜色 我现在又有点忘记 之前有说过 这颜色真的是好看 等一下我可以站起来 终于不用听我的这巴巴巴巴 什么牌子啊 特别便宜我买了才十几块钱 好像是艾米小屋还是什么的 我最近而且我最近新购置了 我画很多啊 之前我都是用手拍的我跟你们讲 我的刷子 还有我的眼影都是用手画的 最近我购置了几把新刷子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快乐 打开了橙色APP 我现在在哪个房间 嗯不能告诉你哦 我找一下是什么牌子 很便宜 这个颜色 这个眼影很便宜 这个单色眼影 等一下我搜一下 今天的不是用手画的了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嗯嗯 就是那个 我来上海的一个月之前 然后包括在广州 一个月一两个月吧 都是用手画的 嗯 好像是近一两个月我才开始用化妆刷的 用手指 of course 当然磨得开啊 十点劲 爱丽小屋的单色眼影 2D320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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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真的是用秃鲁皮的 我买现在它17块4 在代购店里面 真的很好看这个颜色 谢谢秋天的奶茶 嗯 17块4 爱丽小屋的单色眼影 2D302 它上面写了微闪 其实它根本就等于说根本没有闪 爱丽小屋 爱丽小屋 米好菜 米好菜 不会啊 怎么会呢 不是所有 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化妆哦 但是化妆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变得精神嘛 有一些场还是需要用到可能 对啊 而且男生也会化妆到 有什么爱吃的南方水果嘛 我喜欢吃清甜的水果 我以前也不用啊 好吧 我现在其实也不用护护品的 你敢信 黑眼圈很重是不是不像 我黑眼圈很重 你们看到了吗 今天其实没遮的很好 我现在要补一补 回来就跟不上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问题来 男生其实 看大家需求吧 有一些人就喜欢化妖魅一点的妆 然后有一些人就喜欢化淡淡的 我一般出门的话 如果不是上公演的话 我也喜欢淡妆 以后推荐给女朋友 你们可以帮到化啊 是啊 对啊不用护护品 最近又不用了 好烦啊 用护护品真好麻烦 晚上好 对 黑眼圈一定要遮 还有泪沟 法令纹这些都要遮 其实我都有的 有没有帮我拍图的人啊 我跟你们讲啊 我给你们讲啊 这次很谢谢大家 出街把我拍了好多图 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 那么多个的反图了 真的 我有时候出街甚至 一张一份反图都没有 一张反图都没有 一张反图都没有 然后这次就收到特别多的反图 然后我 有三个小小的要求 三个 就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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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笑完自己 一米四的我 就三个要求 就是把我的脸 其实我的脸不用帮我小太多 我不喜欢太尖太瘦的 嗯 就修得会不太像我 好吧 这样看着去 但你们看我其实脸部的缺陷 还是蛮大的 我想就是 把这里推进去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不要让它这样这样 你们懂吗 就是推进去一点点 然后这里拉出来一点点 就是让它圆润一点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嗯 对就是这里推进去一点 然后这里拉起来一点点 就是让它的线条圆一点 然后这里就不用再小了 不用再尖了 不然就很像那个呐喊 你们知道我要呐喊 哦不用这样 不用这样 哈哈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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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我其实不喜欢那样的脸了 我希望自己就是 我喜欢那种可爱的 你们知道小彩虹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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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磨皮 磨皮也不用给我磨的太多 嗯 其实不磨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加那么可能 五到十差不多了 嗯 嗯 对对 然后 嗯 其他的就不用弄什么太多了 真的真的 嗯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 这里推进去 你们看 其实这样看就很明显了 嗯 我再给你们暴露我的缺点 就这里推进去一点 然后这里拉起来一点 就是让这个脸部线条圆润一点 对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块地方 快把我推一推 有几张特别明显 哈哈哈哈 但是我会觉得蛮好看的 嗯 但是就是这里吧 我笑起来就好一点 嗯 对吧 因为我笑起来这里肉会起来 然后这里就显得没那么明显 所以我一般化妆 又回到主题了哈 所以一般化妆的时候 我会在这里 打一点高光 然后再打一点阴阴 我给你们讲一定是 你们不要狂打阴阴啊 高光也是很重要的 高光是很重要的 嗯 哦 不要直接发给我 我连自己的微博都没有修好啊 我自己的微博都没有发 我还要修版图 我 然后对 然后继续讲 然后继续讲 你们看其实 现在应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内沟了吧 看得到吗 今天遮的没有算特别优秀 就是 嗯 可以不用帮我磨皮 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内沟 帮我去一下 磨皮是磨不掉内沟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磨皮 就是内沟 还有法令纹 帮我去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哈哈 我没有占绩了啊 你怎么像个蚯蚓的 就不是啊 不是啊 我是石子老超胸的 染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内沟和法令纹 一定要把我去一下 因为我跟你们讲 就算化妆技术再高超 是不可能完完全全 就是 我只能保证有一些角度 或者是有一些瘦光面 它是能 就是 让你看不见泪沟的 但是有一些角度 就还是会拍得到 就是如果有的话 麻烦大家帮我休想 嗯 嗯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吗 三 我刚才有说三吗 对 三就是不用太磨皮 因为磨皮会吧 嗯 怎么说呢 嗯 磨皮 其实我三个要求好像 不包括磨皮在里面 才是我忘记 哦 第三个要求 第三个第三个 这个也非常重要 啊这个非常 磨皮都不那么重要好吗 磨皮都不那么重要 我的左右脸非常的不对称 现在好很多了 因为我 之前睡觉 还有咬东西的关系 现在已经好很多 但是还是很严重 麻烦大家 我这边右边的脸是这样拉下 哦 我现在跟大家说我的缺点 以后大家都知道我的缺点了 对 磨皮会把细节磨掉 我不是很喜欢 而且会显得画质很不好 就是会显得照片质量不高 这要本来你们都没发现 但是我一说你们可能都知道了 对反正现在就是好很多 但是还是需要调整一下 反正我现在自己每次自拍的话 侧脸就其实还好 你看不怎么出来 但是正脸的话 其实我现在化妆也有努力在调整 对 然后可以帮我把这里 这个鼻翼这里推上去一点点 让它就是尽量让我的右边脸和左边脸看上去对称 懂吗 懂吗 就我这边脸有一点塌下来 而这边就是 这边帮我 这样提 哎 这样提 哎 这样提上去一点 听懂掌声 听不懂鲜花 对 基本上就是 但是只要拉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这三个要求 非常简单的 这个三个要求 非常简单的 这三个要求 嗯 但其实视频的话 只要不拍我右边脸 我是完全不介意的 我觉得动起来的 嗯 对 我觉得动起来的 其实会比静态的要求要稍微低一点点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动态看起来还还蛮好 嗯 对动起来不太明显 谢谢玫瑰花 美女在干嘛 在给大家传授我的心得体会 嗯 谢谢 谢谢 听懂的掌声 听不懂的玫瑰花 谢谢谢谢 嗯 嗯 谢谢 嗯 对 再自我批评 是吧 每次 我跟你们讲 我恋爱卓米餐的时候 他第一个镜头就给我切了长长的右脸 我当时就 嗯 怎么了吗 刚进来没什么 嗯 没听到的 没听到 没听到的巧克力 谢谢 谢谢 適合高冷风可以生涂出的水 哇 好高的评价哦 谢谢你 谢谢你 晚安 晚安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就是 嗯 关于美妆 或者是皮肤 护肤方面的问啊 护肤可能帮不太到你 刚眉毛我是不是还没说完 还有人在吗 当都市历人吧 你是说OL吗 怎么遮黑眼圈 我其实之前化妆有 呃 好吧我今天可以重新再讲一次 谢谢玫瑰花 来交学费了交学费了 玫瑰花献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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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用到的可以献一朵玫瑰花哈 没有就当笑话听一听 嗯 谢谢 谢谢玫瑰花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眉毛吧 轮流来 然后我们再讲黑眼圈 因为最近有 然后我们可以再讲一下眼影 嗯 然后 嗯 美妆讲坛也不算是吧 因为刚好有讲到 就是被夸奖 然后这人就是很容易得意的 你们知道狮子做是这样爱慕虚荣 如果你们夸我的话 我就会 就会得意忘心 忘乎所以 这激情演讲觉得自己非常厉害 然后就拼命的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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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跟你们说这些 嗯 不告诉你们谁的房间 谢谢 谢谢玫瑰花 我们先讲 嗯 美币 其实我眉毛的话 不是特别的讲究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不太算绘画 我其实适合细眉 嗯 我适合细眉 因为浓眉的话 就会显得我有点土 嗯 然后我给你们讲哦 嗯 你们要根据自己的脸型来 如果你们眉间距 就是像我这样 其实我跟你 你们看我眉毛和眼间距 这个这个地方 啊不是眉间距啊 是这个地方 眼睛和眉毛这个位置 其实离得蛮近的 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最近有做功课 我最近有做功课 来拿出我的 你们在这里 大概是这条线吧 这里要尽量淡 这里要尽量淡 就是画一个倒八字眉的那种效果 就是这里淡 然后这里稍微深一点 然后眉头整体都要深 然后眉峰这一块位置是浅 呃是 这里是浅的 讲错了 这里尽量要浅 然后眉峰这一块位置是深的 然后这里是稍微中间一点的颜色 然后过度一定要均匀哦 不要跟你们说这里深中浅 然后你们就一格一格像那种 像那个 像那个 IPSA的那个遮瑕盘一样 三个颜色分明 脸疼坠保湿 什么 疼是因为太干了 疼是因为太干了 嗯 什么吃什么 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喜欢吃 嗯 黄瓜 以前我很喜欢吃西瓜 后来听说西瓜的热量还蛮高的 妆眼泡怎么办 慢慢来慢慢来 妆眼泡 这个是眼影的部分 啊 眼影的部分 我们先 现在先讲眉毛 然后到 然后到黑眼圈 然后到眼 谁黑眼圈现在是眉毛先 还是 还是眼影先 黄瓜 黄瓜不是蔬菜吗 嗯 码住了 可以的哦 修眉都不会 修眉都不会 你们可以找 你们看 其实像我 是圆脸型 圆脸型 其实适合挑一点的眉毛 适合挑一点的眉毛 嗯 然后最简单 最不会出错的画法 其实就是 那个三点 就是 眼角 和嘴角 连上去 这里 就是你的 你们看 就是你们 你们的眉尾 然后眼睛 眼睛 哎 眼睛还有哪里来着 是你的眉封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 因为我其实不太在意 眉封这个东西 我只要一画眉封的话 就会显得特别凶 嗯 然后 之前有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就是 像我这样 眉毛和眼睛 离得特别近的话 你们就可以 画一个 类似于倒霸字的 我可以给你们 稍微画深一点 给你们看 就是这个位置 嗯 就是这一块你们 可以画的再浅一点 然后从这一块开始深 这样子就会稍微拉 就是拉宽一点你的那个 视觉上 拉宽一点你的那个 眼眉具 嗯 然后总体呢 你的眉 眉头都是要 浅一点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按照正常的 浅 深 中 来去 调整它 然后眉型的话 具体的脸型 你们可以去网上找一下 就是 多一点的眉型 去找适合自己 眉毛太淡了 我就喜欢眉毛淡的 我就是太浓了 太浓的 我就是会去剪它 不仅要修还是要剪 嗯 嗯 单眼皮 中眼泡流泪 我觉得单眼皮会很好看啊 其实 因为我也想要自己编好看 所以就有认真的 在学习怎么化妆 嗯 怎么瘦下去啊 运动啊 运动啊 如果你控制不住想要吃的话 就多吃一些低热量的 对我真的恨不得剃掉 我剃掉都会有那种胡渣 胡渣在那里 还有吗 我一下子会想不起来 已经听晕 真的会干 要注意 保湿 然后尽量不要 如果你脸特别干的话 尽量不要用太刺激的先 嗯 脂肪力可能是因为你卸妆没卸干净了 好 谢谢玫瑰花 今天硬气了 也不算是吧 好了 那我们眉毛算讲完了吗 算讲完了吧 其实我们眉毛 只能传授那么多了 嗯 然后大家 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野生眉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野生眉吗 就是不修它 又或者是说 就是把它画成根根分明的那种 嗯 我其实从来没有画过野生眉 就是 不要觉得当下流行什么 然后就去随波逐流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OK 我也是蜡皮小型的眉毛啊 浓眉大眼 说明你重情眼 你可以把它修掉啊 对 所以要修眉毛的 要修的 而且不仅要修 我仅要减 对摄入少于消耗必能减肥 嗯已经瘦很多了 可以请教一下我们的 请教一下我们大白兔狮子糖 它 我 上次或是会见到它 它瘦了超级做 超级做 超级做 嗯 然后我们继续讲 眉毛讲完了 眉毛讲完了 刚刚说眉毛一定要比你头发浅一个度 或者是跟你的眉毛一样颜色 我之前 我跟你们讲 我之前 我之前染了粉色 眉粉色的头发 有没有印象 就是那个 呃 其实我觉得 我 狐狸 就是B50那天的妆 画的是非常好看的 我自己觉得哈 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 那个时候我都不怎么用刷子 实际上 也不怎么运染 运染 嗯 对 那个时候都还是不怎么用 最近购置了一些比较好的刷子 然后那个时候的妆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 我当时 就是妆 妆的统一性非常的重要 你的眉毛的颜色 包括你的眼影眼线 然后口红 这些颜色的搭配 色系搭配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当时 买了 这种眉粉色的睫毛膏 然后 但其实我会先用棕色的睫毛膏先刷 然后再用这个 稍微带一点颜色就可以 你就可以完全用这个颜色 不然就会变成那种特效妆 然后 用这个来刷一下 对也是刷一下眉头 这样子刷一下眉毛 然后 但是你不可能 美坏 就是美染一个头发 你就去换一种眉笔 或是眉粉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眼影去代替眉粉 去画 嗯 你可以先用棕色的眉笔先画 这是特殊人群啊 像我这种特别喜欢搞头发 刀腾头发的人 就是先用眉笔去画了之后 再用那个眼影去代它的颜色 嗯 对 就 就要画眉毛 我觉得眉毛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讲完咯 讲完咯 讲完眉毛咯 嗯 就是一定要统一一定要统一 讲完眉毛了 接下来到 呃 眼影 先到眼影吧 我记得黑眼圈好像是后来的 嗯 先到黑眼圈吗 眼影还是黑眼圈 来刷彩 弹幕刷彩 看一下哪个比较多 好 黑眼圈抠1 眉毛 不是黑眼圈抠1 眼影抠0 黑眼圈抠1 眉毛 不是黑眼圈抠1 眼影抠0 眉毛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能解答的疑问 嗯 好像 遍地飘零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谢谢梅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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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错吧 我 嗯 哎呀 你们是 还是友谊的 友谊友谊 我刚看到友谊了 就是没有给你做 我去拿我一个 去拿我一个盘 就日常的妆容的话 日常的妆容的话 我推荐大家 我真的很喜欢这两个盘 这两个 这个之前我一直以为是眼影拍来的 然后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它是一个腮红 它是一个腮红 看到吗 这几个颜色都是非常基础的打底的颜色 谁不对劲 谁怪 没有哦 然后 哎呦对不起 哎呦 哎呦受错话了 然后这个巧克力盘 这个巧克力盘 然后也非常的推 也非常的推 嗯 刚好我今天也比较淡吧 我的眼影也比较淡 我可以 确实可以给大家 重新再画一下 我平常眼影的一个画法 嗯 就用这一盘来示范吧 因为这一盘 你们看 它基本上就是过渡过去的三个颜色 然后 眼影盘 很重要的一个是底色 这个 这个 你们肿眼 刚刚有人说 中文眼泡 其实我也是的 你们看 我很糟糕 我虽然是双眼皮 但是我一睁开眼睛 你们看 你们看 其实我眼影换的蛮多的 然后睁开眼睛 什么都没有了 看上去 是不是 嗯 嗯 鼻影刷你们应该都有吧 不会有人没有鼻影刷吧 我给你们推荐哦 你们知道这个牌子吗 OCE 在商场 是商场的 有实体店的 实体店的 他们刷 他们家刷子还蛮软的 蛮软的 我就是买了一个小套装 还蛮不错的 嗯 然后 这里 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下这个 打完这个鼻影之后 然后刷一圈 刷一圈 给你的眼睛小小肿 对 就这一圈眼部的轮廓 但是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不要刷到这里了 不要刷到这里了 这一块哦 给大家指认一下 这个就是眉骨 这里 眉骨非常重要 这里一定要打高光 我一般上遮瑕的时候 都会把这里用的高光在这里 这一块也上上高光 还有这里 就是眉下 眉峰上面和眉峰下面这个位置 嗯 这一块千万不能打上阴影啊哈 而且 建议大家都可以打一下高光 然后对比一下 然后这边可以打一点阴影 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啊 不要搞长开眼圈啊 然后 然后眼影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还有 我的那支笔呢 这个颜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颜色是接近肤色的 如果你们眼影盘里面没有这个颜色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用粉饼哦 粉饼 在最后的时候 把你周围扫一圈 就是把你多余的粉都盖掉 这样就会显得眼 眼妆要干净很多 就不会显得太脏 然后暈染是非常重要的 来我们现在重新把我们的眼妆化一下 啥东西刚来 我甚至教了大家修图 我给你们讲这个修图 不仅适用于我 适用于很多像哦 好吧 也不一定 你爱 有些人喜欢瘦一点 可以不用给我瘦脸 可以不用给我磨皮 但是我的黑眼圈 还有法令纹 还有我的颧骨 一定要给我推一推 谢谢 哦这里给我拉一下 谢谢 三点请记住 我先把我的眼影先盖掉 学会 然后现在其实还蛮流行 下眼影比较重的那种画法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啊 很多人 反正我就是 每眼 每眼的这个距离比较近 然后这一块就会显得很宽 所以我下面这一块我会尽量的去加深它 尽量的去加深它 然后上面这边淡一点其实没有所谓的了 然后像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可以用阴影填在这一块 先扫上一圈 对下面也扫一下 可以在视觉上加深一下自己的眼部轮廓 哦对现场教训哦 然后记得哦 晕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以用刚刚的那个刷子在周围再给它晕染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 开始喽 先上一层 先上一层底色 嗯 底色非常的重要 哦 完了之后 这个也再打一层底 刚刚的这个范围我跟你们讲 这三个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就是 依次大扇形 中扇形 然后到小扇形 哦这样的顺序 这个我一般就是会画在双眼皮褶子里面的 这个是最大的 然后这个就是双眼皮褶子和那个最大的中间的那个格 然后再用这把刷子 这把小一点的 中间这个颜色 中扇形 真的很 哎呀 画错了 点错了 这个颜色真的很简单 我跟你们讲 只要色系统一了 而且你们用这个盘其实就非常实用了 就是色系统一的情况下 色系统一的情况下 你们就按照这样的画法 其实都是不会错的 我眼影的画法都是一样的 就只是颜色用的不一样而已 当然色系统一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会看着很不和谐 对我一般会用这个颜色 戴一戴下眼影 然后要记得要熨染 然后熨染的一个重点呢 是你要用 比如说你们看我现在涂的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涂的是这个颜色 那你就要拿你的熨染刷 去沾上一个颜色 在他们中间去过度熨染 学到哦 学到哦 记笔记记笔记 我觉得单眼皮 单眼皮就尽量用简单的颜色 比如说我 我自己会用三个颜色 然后你用两个颜色就可以了 用两个颜色就可以了 就是刚刚我说的是 你看我刚刚说的是 三大扇形 中扇形还有小扇形 然后我会把第三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颜色和 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 或者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都可以 然后小扇形 我一般就会画在我双眼皮褶子的位置 然后小扇形我一般就会画在我双眼皮褶子的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视频里面看着 它和这个颜色比较 实际上它和这个颜色还蛮像的 但它比这个颜色要稍微浅一点 但这个颜色还是我的推哈 晚上好 完美日记那套牌好像乌克兰有一个 完美日记的其实我也有 继续讲 然后用这个 涂在我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 我觉得你画两层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我一般还会用这个 戴在半眼尾的位置 半眼卧蚕的位置 不是全部哦 这个你可以画全部 但是这个你可以画在半眼尾 不然就很容易画的像黑眼圈 然后记得 晕染一下 就是用你的上一个颜色去晕染一下 晕染 晕染真的很重要 而且其实画在晕染上的时间还蛮多的 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就是 做的过于细致了 然后还没有用完哦 单眼皮和双眼皮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就是拿来画 也可以拿来画眉毛的哈 最深的这个颜色 我一般情况下不会用珠光的这个眼影 因为会显得眼睛很准 珠光的人千万就不要再用了 然后这个深的这个 就可以画在鞋上来这一点点 看得清吗 好像还可以是吧 这样子 对吧 加深一下眼尾 然后 下眼尖的位置也画一下 下眼尖画好的时候会显得眼睛很大哦 但是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要再多了 不要再多了 再多的话 就会变成 就像内眼线一样 下眼尖也建议不要画的太前面 因为很容易啊 眼睛会显得眼睛更小 主要是这个位置 对这套刷子是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OCE的 而且它毛还是蛮软的 就是不眨不眨皮肤不眨皮肤 然后记得也是要过渡一下 用这个颜色过渡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眼影上基本上基本上就画完了 但是 我会加卧蚕哦 而且我跟你们讲卧蚕的画法是什么 你一般挤上来之后 你不能直接画在它这个位置 这样会显得很像黑眼圈 你要画在它的三分之二处 然后不要画到前面这里来 尽量在后面这里 稍微 也是在眼睛的三分之二处 稍微加深一点 然后也是用刷子这样画看 对我一般是用眉笔来画下 就是卧蚕的阴影 会怕会戳到眼球 不会啊你可以这样画 你可以这样画 所以刷子真的很重要 刷子一定要买细的 嗯 然后还是用这个盘哦 这个真的日常用就已经很好看了 你们看这个闪闪的 这个闪真的很好看 我给你们用后后置 来看 这个盘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不是那种大 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细的那种 会显眼睛肿的那种闪 然后也不是那种 也不是那种舞台妆 妆感特别重的那种闪 所以我觉得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对吧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一般哈 我一般现在都是怎么去画这个闪的 这个闪 中间 这个位置 可以稍微点上去一点 这个就要用手了 不要用刷子 用刷子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 如果你用刷子 很容易把你旁边的粉 带到这个闪的上面 就会显得 你这个闪不干净 而且用手的话也比较容易粘在上面 粘在你眼球的中间的这一部分 上面是这样哈 然后下面呢 这个手有点难哦 但是我也是用手 因为手拔的还是比较老的 在眼头这个位置要稍微多一点 眼头的位置稍微要多一点 然后慢慢过渡到 一点点就可以了 过渡到眼中这边来 但是眼头的位置要稍微多一点 嗯 对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看不清啊 你们能看得清吗 哎呀大概是这样啦 嗯 然后 如果你们有刚刚我的那种 就是如果你们有粉饼的话 就像我刚刚这个 一定要记得在你画完所有的眼 就是眼影之后 然后在这里再扫一圈 让它干净 对看上去干净了 然后眼影基本上就是这样完成了 哦我刚刚说我平常就是这样画 这样画 就是你们 其实你们把那个眼皮这样稍微拉一下 再去画会稍微顺畅一点点 然后眼头也画一点 其实我眼线不建议大家这样画了 眼线液笔不建议大家这样画 然后画完眼线脚笔之后 我会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拿来加深眼尾 也可以拿来当眼眼线眼线眼影来用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去把它 雾霾化 然后你的眼线就会显得更自然哦 就不会显得很生硬 好了 怎么画质 就直接用一眼 眼眼眼线液笔去点啊 深色的那个 最深的那个 我你们看这边有一个比较亮一点的灯 但现在没有什么睫毛膏了 就只有眼影大家将就看一下 嗯 勉勉强强吧 不得不说这光好看 那我在这边吧 哈哈 对我为什么不在这边直播呢 傻了 这边是重新化的妆了 嗯 然后眼影在这边也就讲完了 你们看这样看我的 那个我黑眼圈又遮的蛮好的 好了 我们眼影这边还有什么疑问吗 其实这个教学 不算细致 只能说是对上一次的补充吧 我上一次真的有开了一个 四个小时的化妆 化妆视频 从素颜开始画的 那个也有我平常化妆的一个画法 嗯 然后我们可以来讲一下黑眼圈了 黑眼圈宝宝还在吗 我跟你们讲 解决黑眼圈最大一个方法就是 早点睡觉 哎呦 哎呦我的天啊 真的我跟你们讲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 真的你们早点睡觉 比你们早点睡觉 就算你们的黑眼圈不能马上削下去 但是你们的黑眼圈也会比平常的要好折 嗯 就是能尽量多睡一点就多睡一点 真的 嗯 然后给大家先推荐一下我的刷子哦 刚刚说的是OCE的一个套装刷 然后这个刷子 这个刷子 我本来是去为了买这个唇刷的 我本来是去为了买这个唇刷的 然后就顺便买了这个眼线 胶笔的这个刷啊 细节刷 这个是那个 瘦瘦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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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瘦瘦狼 嗯 现在才十点多 我下波了你们马上给我睡觉 我这样念一念你们居然没睡着吗 嗯 竟然还在美妆校成 所以现在我们到黑眼圈了 眼影还有什么 嗯 大家还有什么 其实不管什么画法哈 所以说色系真的很重要 刚这盘都没有用上 这盘其实是腮红了 嗯 不敢画眼线怎么办 你自己都不敢对自己下手 哦 还有眼线 如果你们一开始 就是不太会画 我新手的时候 不太会画的时候 我的眼线是点 用点画的 就是这样点着去画的 就是你们不要 希望一笔成型的那种感觉 就是点 催眠直播 是的 我的一个发色 我这次发色是拿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星星的发色很好看 鱼书星 这次是拿着他的照片去染的 然后上一次是拿着一个网红的照片去染 小红书上面的 粉棕色 真的不会捅到眼睛哦 慢一点嘛 慢一点 如果你觉得画妆时间太久的话 那你们就 早一点去画 去早一点去画 我们来说黑眼圈吧 还有人 要听吗 这黑眼圈没有的话 我们就画下一个话题咯 我直播多久了 为什么我讲这个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看啊 嗯 嗯 因为你好 谢谢夸奖 好的 这遮黑眼圈的 教程来咯 嗯 等一下 我要不要把那个灯拿过来呢 其实 我 虽然说 我可以现场把这边眼睛卸给你们看 嗯 虽然说我 左边脸比右边脸好看 但是我左边脸的黑眼圈和泪沟 都比我右边的要深 我等等 用时间把这边擦一下给你们看 这个 sharing 对 他们有的 有的 你 就 嗯 你 对 我 是 对 我把灯拿过来了 哦会不会亮下 好亮好亮 今天好可爱谢谢夸奖 是不是也太亮了 我拿一张纸巾盖一下 用蛮力擦了哈 刚好我今天这边扎的也不是很好 做素环境怎么变好 好吧其实我不在中心哦 新手可以学吗 新手必学好不好 必学好不好 有没有黑眼圈困扰的 有没有 而且我跟你们讲黑眼圈的不难 肋钩才是最难的 那一天我看到新人宝宝 你们看 你们看看到我睁黑眼圈的效果 和肋钩的效果了吗 而且你们看这得老多少岁啊 这老多少岁啊 看这边看 可怕 可怕 简直是可怕 我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眼 综合症啊 又有肋钩 又有黑眼圈 又有眼带 我才是上面这个 oh my god 对吧 对吧 差别真的很大 所以 如果你们拍图 有拍到我的肋钩的话 因为就算我遮得太再好啊哈 有一些角度可能还是会有 而且也不是每次状态都很好 对 就是如果有拍到我肋钩的话 就帮我修一修 谢谢 对吧 真的很明显 真的很明显 我不仅有黑眼圈 我还有眼带 还有肋钩 看到吗 你们看 这条是法令纹 但是因为平常遮瑕 还有一些修容啊 调色效果就没有 早点睡觉 你跟你们自己说吧 可怕吧 来吧 开始了 开始了 而且我这边 确实比这边要深的 其实 首先你们要背盘 这样的遮瑕 不要给我整些五元六色奇形怪状了哈 刚刚我的那个 勾 勾 X的那个 就是这一叉的那个遮瑕感觉非常的不错 好 一本熬夜用 可能你熬夜的速度都跟不上你用眼伤的速度 可能用眼伤速度都跟不上你用 你眼伤拯救你的速度可能跟不上你熬夜的速度 嗯 真的不要用五元六色 你们你们当你们是什么化妆大师吗 哎呦他掉了 嗯 早点睡还是很严重的 有一些黑眼圈它就是遗传的 好了我们开始了 然后 最主要是这个真的很这个根本不用调色啊 真的非常的方便 你们在上完隔离还有装前乳之后 就是在上粉底液之前 就要开始遮瑕了 如果有大面积那种肤色不均匀啊 或者是说 红血丝块啊之类的 你们就要去上遮瑕了 我们现在重点讲黑眼圈啊 就是用这个颜色 我看美妆博主管他叫三文鱼色 这个刷子叫307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是遮瑕刷 遮瑕过度刷 用点的方式哦 点的方式 啊专业一点的 你们看其实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能遮掉你的黑眼圈一大部分 这不会有美颜吧 我看一看 啊对 你们看就已经遮掉大部分 而且尽量用点的方式哦 因为点的方式遮瑕会扒的更老一些 对吧你们看其实黑眼圈就遮掉差不多了 遮的差不多 但是一定要少一定要少 然后比较专业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拿出来 但是我就直接粘到盘上去用 要用点的方式 要少一定要少一定要少一定要少 一定要少 哦 恭喜哦作业写完了看 其实已经好很多对不对 黑眼圈就没了大半了 哎这个刷子我很轻的我很轻的这个刷子还蛮软的370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还蛮火的这个刷子这是比较小的因为我这边的呃有一个是270270的这个刷子 遮瑕刷刷它比这个头要大但是因为我呃遮瑕的部位比较少所以我用这种小刷子就够了 男生用不了男生才更需要遮瑕呀 不要啊不过也不一定了也不是每个女生都化妆 所以也不是每个男生都化妆 嗯这个遮瑕一定要用点的熨染方式哦 会扒的更老 然后完了之后 等它干一下 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涂涂唇膏什么的 然后再去上粉底液 好了今天怎么咱们就不上粉底液了 咱们就不上粉底液好 好吧还是上一下吧 哎我的粉底液呢 因为我是干皮 我用的虫草的这个粉底液是大哥推荐我的 然后一般 比较水的粉底液啊 一般比较水的粉底液 它的遮瑕力度几乎为0 然后大家记得 一定也是用点的方式 不能抹啊 不然你这啥都给你抹没了 油皮你们就去选适合你们的粉底液啊 这个粉底液这个不重要哈 粉底液这个不重要 然后你们看虽然我黑眼圈被遮住了 但是内沟非常的明显有没有 特别是这个角度 内沟非常的明显 嗯你们看这边也非常明显 刚刚都没有的 然后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需要一把这个 瘦瘦狼的 或者不用瘦瘦狼的也可以 我以前用的就是那种普通的唇刷 对吧 就是用这种唇刷 唇刷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唇刷 啊现在稍微我开了一点暖气 所以这边已经有点水出来了 然后我一般就会用 这个颜色或者是这个颜色 或者稍微给它混合一下 一点点哦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次性还是接着用的 用一次性的会干净一点 对自己皮肤好一点 然后我给你们讲遮类沟 最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去折 这个角度你就能很明显 很准确的 一定要少量多次 而且一定要准确的 看吧准确的去找到它的位置 是吧抬头 其他角度也会没有 遮类沟最准确的方式就是这个角度 你这样去低头 就会看到特别明显 然后少量多次 基本上就是用跟你粉底液的一个颜色 或者是比你粉底液稍微再白一点的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的遮瑕 去遮你的泪 然后也是 用刷子给它去点一下 三分薄量 三分绩效 四分漫步精心 我已经遮习惯了 实际上 以前我都是用手的 我跟你们讲 用手的一个弊端是什么呢 你们很精细的把这个 遮瑕涂上去之后 你用手去运软 你就会发现 越涂越出来 越涂越涂范围越大 越涂范围越大 越涂范围越大 我们这类沟 遮瑕最重要的一个点是精准 你们知道吗 而且肤色均匀真的很重要 好吧 这个主播镜子不是很好看 我要用这个镜子 习惯性用手了 又来了 然后还有一把刷子 这个 这个也是我拿来折肋勾 就是给它孕染的 对也是要用点的方式 晚安 我准备也要讲完了 因为我知道 泪沟都是很多人的苦恼 确实我觉得我这泪沟已经传深了 现在 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不够完美 就是我是说我这泪沟不够完美 所以我还是在不断的学习 最近又学到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用刷子 真的不能用手 因为真的你用手 去给它孕染的话 你会越拍越开 结果你一整一整片都是白的 然后还是找不到精准的位置 你们看 看吧 侧面也是 没有了 正面也是 没有了 遮好了 很简单 很简单 我刚说了 这样你就能很精准的看到你类构的位置 然后用 比你浅的 或者是跟你一个颜色的 这个 遮瑕的颜色 去用唇刷去精准的找到类构的位置 然后 然后用 这两把刷子 我觉得类构的话 即用这个刷子就好 这个刷子是 这个刷子 其实它的毛质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它 蕴染 蕴染这个 你们看 基本上 你看不到 它断层 那个遮瑕和粉底液断层 这个蕴染真的特别好 我看一下这个刷子是 前小姐化妆刷的 小圆头 这个就比较细节 平时化妆贴假睫毛吗 如果是舞台的话就会贴 不是舞台的话就不会贴 那你们看这个类构基本上 我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补的 还是可以再补一下 可能直播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这样 对 你们看这样还是能看得到 我会从各个角度去找到我的类构 基本上这样就是最明显的了 一定要少 一定要少 就是 你拿的 你拿的遮瑕一定要少 不能多了 不然很容易卡粉 不然很容易妆感重 很厚重 倒霉女好辛苦 但是我觉得化妆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 你们看这样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了 然后咱们再给它定装一下 然后以前我没有那么精细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这个羽翼粉饼 之前大哥就是陆婷前辈带或者说有带过这个 这个羽翼粉饼真的很好用 就算你这个都不好 你用粉饼这样一铺一盖上去 围灵 看非常的厚 但其实我刚刚遮的那样已经非常优秀了 我觉得 就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 嗯 但是以前我遮的不好的时候就会用这个 又便宜然后又好用 看吧 看 然后完了之后 但是还是我最近有学到哦 有学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哑光的 哑光的修容 刚刚我打开的这个 哑光的这个修容 因为你在有一些角度哦 你看有一些角度它还是能看到 还是能看到那个 你们看这样一刷就没了 就是用高光 不要用珠光的不要给我用珠光的 咬光了高光 刷上一笔 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是吧 就是也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阴影的部分 所以你 你只要在这里突出 在这里突出 它的高光就是用高光提亮一下它 它就会提起来了 采成一个对比 嗯 这个是彩糖的 之前我们带货的时候有带过这个 这个还蛮实用的 这个还蛮实用的 它有阴影 然后也有一个珠光的 这个我基本上不怎么用 然后还有一个 呃哑光的高光 然后你们会发现我这边眼睛比这边眼睛小对不对 所以啊 画卧蚕真的很重要 咱们把卧蚕再画一下 下影和卧蚕 然后一定要记得画上 好 这就是我这泪沟和黑眼圈的全部教程了 嗯 少亮多次 然后记得一定要预染和点涂 哎呦我的盖子吗 好在这里 然后干的遮瑕真的会比湿的遮瑕 遮瑕力要强 而且更容易扒得牢 嗯 是哦 然后遮瑕刷非常重要 内勾的话 这两把刷子 这两把刷子 然后这个三七零的话可以拿来遮黑眼圈 谢谢玫瑰花 护理头发吗 我之前用过那个 是 滋生糖吗 是叫滋生糖吗 零秒发膜 发膜护发素 一个不能少 发量吗 我发量是因为我接头发 接头发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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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瓶 在这里 中心的劝告大家 千万不要去接头发 千万我已经接过两次了 真的我已经接过两次了 非常诚恳 非常 诚恳 劝大家 千万不要接头发 千万不要接头发 因为你绝对会爱上他 爱不是手 离不开他 很贵的 这次的话很贵的 我接的是羽毛的 我第一次接头发就接的羽毛的 因为 我很怕不舒服 这一次就要好几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晚上好 是吧 是吧 而且接完头发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头发发量 就很棒 很有质感 因为就算是自己长头发很少 有能达到那种 又多 然后垂干又好 然后又软又细的那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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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那种头发都很像 基本上头发要么又细又软 细软是达到 但是它会少 它会少 然后粗 然后多的那种呢 很多都会有一点粗 又有点炸之类的 就很少能做到真正好的 发量 所以接头发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外国美女 我就是中国美女 一个月工资没了 是的 今天发工资了 根本看不清楚 你能留在这里看我的直播 我就很感谢了 谢谢 谢谢 谢谢留在这里看我直播 大家 好的我的 好的我的 我的那个 腮红没了 我补一下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腮红 具好用 而且绝对 绝对 绝对不会失手的一个腮红 绝对不会失手的一个腮红 谢谢玫瑰花 这个你们看 我不仅用铁吐鲁皮了 我这个 这里 这里 全部都掉皮了 死皮了 晚安好梦 这个蒲公英 贝林飞的蒲公英腮红 有小样的 我这个是 这个 这个已经是 大样嘛 正装了 正装了 嗯 不会出错的 因为它很淡 然后又显得很少女 很有气色 嗯 不看电影了 已经超过时间了 待会翻翻牌吧 对刷子也是一起配的哟 而且它这个颜色很百搭的 大家不要看它有点偏粉哦 基本上都会下重手的 用过我这个腮红的人 基本上都自己去买了 就是成员里面 因为这个腮红真的很好用 这个腮红很百搭 这个腮红很百搭 而且基本上 你多怎么涂 它都不会太重手的 而且它过渡的很好 就会显得很有气色 这个是贝林飞的 贝林飞的蒲公英腮红 我是怎么发现这个宝藏的 是我以前在珠海的时候 有一次去澳门 那个八百八百半 就是澳门有一段时间 就是每一年八百半都会疯狂打折 疯狂打折 然后我就去淘了两套贝林飞的化妆品 然后这个 还有那个玫瑰胭脂那一套妆 这个和那个 这个腮红和那个 贝林飞的那个 玫瑰的唇膏和胭脂水 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喜欢的 那个套妆里面所有的东西 新手怎么样化妆 我已经讲完了 你来太晚了 我不能再讲一次了 你可以提问一下 具体问题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话 可以再讲 但是我觉得我们该过这个话题了 我觉得大家都要睡着了 或者是大家已经 路路续走散了 明天剪个cut出来 你要帮我剪个cut出来 真的吗 谢谢你 虽然真的很有 我觉得很 我这是自己亲身体会啊 因为我的泪沟真的很严重 嗯 真的很严重 而且有泪沟 可没有泪沟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二十岁和十几岁和四十几岁区别 嗯 推荐口红吗 可以推哦 其实我每次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如果觉得好看的话 问我我都会直接推给大家的 我今天用的口红是小辣椒的这个 魔杀这一款 魔杀这一款 珠海人 那有很多 我其实蛮喜欢贝林飞的 嗯 他画出来 就是他的化妆品 其实都会给人一种很公主的感觉 非常精致的公主的感觉 嗯 看这个腮红就是 护肤品的话 我现在自己 因为我自己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 比较大的皮肤问题 所以我就是用的 嗯 我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我买了 胶韵湿的双翠精华 然后还有 嗯 SK2的神仙水 然后还有 科研式的 那个 那个 透明的那个瓶子的那个精华 嗯 就这三样东西 嗯 那也不是啦 对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因为我是干皮 嗯 好了 我要把画照片收一收了 晚上好 哦对对对 按摩屏 简单画好眉毛 之前有哦 等回放出来了 你可以补一下 如果你这里有心血的话 虽然我眉毛画的也不是特别好 直播到什么时候好像其实也差不多了 最多到12点吧 感觉 感觉一直在跟大家 就是聊话到后面 好好的 跟大家聊天 好吧 其实大家并不想了解我 大家看完就跑 不 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完就跑了 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完就跑了 谢谢 巧克力 开了 但是真的有好用到啊 这些化妆品 成心推荐哦 有什么好事发生了 昨天半夜睡不着下单了一些衣服 因为我没有衣服穿了 可是还是没有地方换 我今天问了 我今天问了社长说我可不可以 就是我小高衣服实在是放东西啊 就是我也很开心收到大家的礼物 我也很想买衣服什么的 但是因为房间实在是太小了 以至于我根本根本没有办法 再继续买衣服买东西 但是又因为又苦恼于 实在是没有衣服穿了 所以昨天晚上就买了一些衣服 今天我又 所以我今天早上又问了社长说 有没有就是 小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很小的 这种单人间 可以让我和小高就是分得住 又或者是说 把我们两个换的大一件的双人间去 他就说没有了 你们可以放储物间 可是有很多东西 你虽然说不是天天用到他 但是每一周都会用到一次啊 每次都要去开那个储物间 还蛮麻烦的 因为钥匙也不在我们这里 但是如果你 每个人都配一把钥匙的话 就会 也不行啊 因为如果丢东西的话 你要找谁负责任的 对吧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谢谢谢谢 而且我们现在都是把东西放在走廊上的 因为根本放不进屋子里面去了 对啊 真的 诶 我们现在都是放在外面的 就是放在走廊外面 就要堆成我们的另外一个衣柜 我们已经 已经堆到顶上了 我们已经空间利用 极度空间利用 我之前有分享过我 就是房间的照片 真的极度利用 我们一忙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昨天又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因为我实在是 我真的是那种 我真的是那种 然后 如果 我看到房间很乱的话 行为很不好 小心阿姨丢掉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房间真的放不下 这是街的头发哦 现在在哪 反正不在这 范林书请房间 嗯 不好 放谁的房间都不好 床底也塞了 我床底塞了很多衣服 还有 化妆品 就是 我化妆品 其实 除了这 除了这 两代之外 我还有一些的 鞋架我们也是 有都用了很多 这么长 真的好挣扎 你爱过的她 你真的还在乎吗 既然没办法 我只好继续装傻 说真的 不是我 不潇洒 爱你那么多 不合床 不是 其实是因为 我重新评论了 其实是因为我第一个评论 不小心回复了其他的人 评论到别人的回复里面去 我要使劲减肥了 我下一周 下一周有人 有人邀请我跳汤哥 谢谢秋天的奶茶 没听见没听见 什么都没听见 这边可以考虑买那种什么 可以挂好几件衣服的衣架 我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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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现在已经 真的很可怕 我已经把衣架压完了 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衣服本来就真的很多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也不敢收衣服了 我就挂在外面 就是挂在晾衣杆上 成功收纳 那不如直接放出物件呢 嗯 我的衣服都叠起来 就是不方便找 好 挂咸鱼 那也要找出来啊 其实我都是有挂咸鱼的 谢谢秋天的奶茶 不要换季了 夏天的衣服 不错 不错吧 我肚子好痛 我播了多久了呀 我今天开始播的 谢谢玫瑰花 等会有空了再去看电影吧 两个小时了 不错 谢谢大家 这么没有什么什么 并不是什么高水准的化妆无聊视频 美妆视频都有那么多人次哈 谢谢谢谢 谢谢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过那么高的热度了 谢谢大家 最干酷的直播也没有了 嗯 我时不时如果讲到我 觉得就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东西我都会毫无保留的 嗯 就包括穿衣服方面 看美女吃饭化妆都很开心 吃饭也可以分享的 其实 但是我最近 嗯 嗯 谢谢玫瑰花 我们来唱个小歌吧 嗯 我都还好综艺了呀 4月9号mini live 大家不要忘记咯 下一场咱们学什么内容好呢 我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吐干货的啦 虽然我最近 嗯化妆之前也有给大家传授过一些经验 然后最近有补上一些 比如说如何使用遮瑕刷 嗯 然后在类沟的位置再补一些哑光的高光 就会让它在此法角度也看起来 更平坦一些 几点去排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哎 如何三小时素层男铺 其实我现在男朋友讲的不太准 可能需要大家指导指导 我去看一下我的抖音 谢谢哦 哇哦 又多了不少评论咧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咱咱咱咱咲 啊 szcz 不是再来 3 什么是快乐星球 咱咱咱咱咱 什么是快乐星球 咱咱咱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咱咱咱 杨洁那场课我也想到了 对啊 这个不就是原版吗 宿舍射死 还有人在宿舍里面外放啊 那这是刷抖音 这怎么射死了 你没有抖音上就是 就是啊 抖音上什么奇奇怪怪人都有 所以大家刷抖音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音量调小声哦 又或者是记得戴耳机哦 看看好多在圈人哦 谢谢大家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口袋开庭了 是啊 你们评论也蛮好笑的 大家怎么都不看我上一条视频啊 我上一条视频播放量怎么那么低啊 赶快去给我多看几遍好吗 开玩笑开玩笑 没事你们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 对啊我正经视频你们也要看一看好不好 哎 果然还是南普视频最受欢迎了 上次哇我最火的视频不会是 不会是 目前还是那个兔子的 兔子的那个视频哈 但是近期比较火的南普视频是那个 是第一个发的南普视频 最近手机跌了防规屏那个 然后还有那个哲理师 行蒙之烟的那个 谢谢秋天的奶茶 很多人都觉得我那么美的女孩子 是书烟在动漫里面没有想到也会在 限制双方看到 是啊就是那么奇妙 往往你觉得不可能的都是可能的 这样有个年轻人 这样我看齐 很多人都 嗯 抖音的流量奇怪是 我再看一个我关注的小妹妹 谢谢秋天的奶茶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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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聊什么呢 我们可以聊 情感问题哦 谢谢秋天的奶茶 我的意思是 我不会过语 我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聊哦 谢谢秋天的奶茶 谢谢 哇我的天呀 我今天零零散散的收到大家的玫瑰 秋天的奶茶 就是这美妆视频居然可以拿到 这样多的鸡翠 真的是谢谢大家 哦 当然也很谢谢我们的 我们的 爱吃大白兔奶糖 怎么换头像了 好吧 他已经去睡觉了 给我们献上了 就是这一半 嗯 送了一个皇冠 毕业论文 嗯 我就是多看 多看 多听 多感受 我的论文很随便就过了的 因为当时我已经 我当时已经 已经入团了 所以老师也知道就是 对我比较松啊 谢谢玫瑰花 谢谢大家的玫瑰花 你们搞快点 嗯 嗯 对就是随便 多看点书 可以聊宇宙 但什么好深奥的问题哦 谢谢 耶 我真的很不喜欢论文 作文我都不喜欢 更何况论文 对 本课的其实还蛮简单的 不要聊这个话题吧 不麻烦的 其实 谢谢玫瑰花 然后我 劝大家 千万不要去找什么代谢什么的 我跟你们讲 出错率非常的高 最后你就会忙的焦头烂额 然后钱也赔了 时间也赶不上 自己写就好 真的 我也没有育月育 疫苗哦 嗯 怎么感觉会有经验 啊 因为我有朋友有 经历 对 很致命的 很窒息的 我是那种很多事情要亲密亲尾才会放心 啊 我没有无中生有 没有 如果有女生背叛你 然后和别人 和别人别的女生好了怎么办 是美 谢谢应援帮 谢谢 谢谢你的100个应援帮 为什么这样分开送啊 你是不小心点错了吗 然后和 感觉你就有点语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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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 啊 我知道我现在的妆问题在哪里了 我现在妆是没有了 没有了 睫毛 没有了睫毛 那可以送一个99个夹 哎这个睫毛夹不是很好用啊哈 好像资生堂的睫毛夹就蛮好用 端水吧 嗯对 但是这个睫毛夹其实不很好用 我建议大家去买那个 资生堂的 不会夹到热的 没有开始教训哦 只是我发现 因为我刚刚化完那个 眼影之后我睫毛塌了 这个真的不好用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中的我又觉得很不自然 但是确实会好看很多 不会痛哦 你是说女生 你 你的女朋友出轨了 然后跟别人好了 那就拜拜 前任而已 刘海细数 这叫空气刘海 空气刘海 贵的还好 那确实也是了 反正我还是贴的睫毛 就是上舞台我才会贴睫毛 因为舞台的话 对眼妆的 要求和浓度都很高 晚安好梦 你就说发现闺蜜 背叛你了 然后和别的女生玩的挺好 怎么办 去质问他 你可以去问他呀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主要是想看他 还有没有 想要继续跟你做朋友的心 然后看你的 他的这个程度 你能不能原谅 不能原谅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 不就是伤心吗 又不是没有伤心过 人那么多 缺你这个朋友啊 贴的可以烧翘了再贴吗 先烧翘了再贴吗 我觉得睫毛一般 就蛮翘的 就不用再烧翘了 这样但是跟别人玩的好 等于背叛吗 快去吧 快去洗吧 快去洗吧 那还是有背叛之说的 有朋友就很幸福了 我也觉得 最近也觉得愈发的孤独 最近也觉得愈发的孤独 人为什么会觉得孤独 和他讨厌的人玩的好 就是背叛吧 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我知道有一种 就是 我觉得有一种是 我的闺蜜跟我说 我的闺蜜跟我说 他很 他很讨厌 ABB 我找个代号 他很讨厌 ABB就是某某某 然后结果 又去跟那个人玩了 就是 本来我们都和那个人玩的挺好的 然后结果你过来 你是我的闺蜜 你过来跟我说那个人不好 然后我们就一起不跟那个人玩了 结果后来你又去跟那个人玩了 这个我不能接受 对啊 现在还是出播 我也是 我觉得 还蛮难的 就一个人完全契合自己的话 恋爱脑真的还挺无语的 我以前也 觉得 就是我可以理解 现在是可以理解 现在是可以理解了 但是依旧不接受 我会 就是如果 我会尽量 我会尽量离 也不是尽量离 我会 如果 我朋友是恋爱脑的话 我会在恋爱的时候 稍微离他远一点 谢谢玫瑰花 就是恋爱脑就是恋爱大过天啊 就除了恋爱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恋爱没朋友 我只关注朋友 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 其他时间是他自己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但是有一些朋友 就是他 他谈恋爱之后 他就没有其他的时间了 他只有 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时间 只有他和他对象的时间 恋爱上头 恋爱感很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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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脑不是一个不好意思 现在高中生都聊什么劲爆的话题 啊高中生吗 对啊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恋爱脑的 其实就恋爱中的人都是蛮上头的 这个我是能理解的 所以我如果我身边朋友有恋爱脑的 情况的时候 我会尽量离他远一点 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付出 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在意 所以我会 从物理上去 拉远我们之间的距离 就像我现在也有一时会保护自己 就是 最近有 就是最近有一种 感到孤独 就是会有意识的去 下意识的去保护自己 就是 尽量不这么 主动 嗯 我那我只希望有恋爱脑的那位是我对象 那是 那肯定是 对 但是如果有人对我好的话 我肯定也会全力付出的 但是如果我主动 主动了之后 如果有受挫的 感觉我就会 收回很多 因为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以前就经历过那种很孤独的 感觉 感觉 天天分手复合找你哭诉然后里外不识 我跟你们讲 如果 如果有人跟你 就是恋爱的人真的很上头的 你们 你们在劝 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 听就可以了 就不要跟他一句痛骂那个人 除非他真的做了就是 嗯 我觉得是违背道德的事情 那肯定是要痛骂的哈 这种事肯定是要痛骂的 不仅要痛骂哈 不仅要痛骂 我觉得无论是朋友还是 你们懂吗 无论是朋友还是 朋友的对象 这种行为都应该 生物痛绝 是用这个成语吗 就应该痛斥 但是如果没有涉及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觉得不开妈也是没有关系 很倾听陪阿拉身边就好了 对 真的很容易想要丑就是自己 但是 情人从分分和和 你们知道吗 吵架的时候 对方永远都是 最大的恶人 然后和好的时候 你就是最 你就是最丑的小丑 小丑本丑 对啊 对啊 真的很多人就是 今天吵架明天复合的 晚安 人家 毕竟是 喜欢很在乎的人 随便说一句话就会复合了 我 我 我 而且我建议大家如果找了对象的话 不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公开 或者是秀恩 不是说不是说禁止大秀恩爱这个意思啊 就是 嗯 很放肆的去 照告全世界 就是很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一定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 自己 才是真的在跟他谈恋爱 就是 我觉得至少要过一个月或是三个月 就是 就是要有一个时间点 你们发现哎你们是真的合适之后 你们再去跟比如说啊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或者是一个月三个月这种时候再去公开再去发这种纪念 日才是正确的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变成 你是一个很花心 你竟然换对象 然后 对不太负责任的人 其实也并没有 很多时候你就是相处了之后才发现不合适 有些人感觉没有男朋友就会疯掉 很正常啊 就像我觉得我没有朋友就会疯掉啊 还好有你们在 对啊 就是很缺爱很缺安全感的人啊 无法一个人睡觉 我觉得是一样的 感情很多时候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可以不完全一样 但是是可以代替的 我现在也很棒啊 我现在也很活力了 我会抱被子 你不官宣 你可以官宣啊 但是可以不用召告全世界 就是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不会 其实 隐瞒这件事情 信任这件事情不一定 只是说你发一个朋友圈官宣了以后 这个安全感就会来了的 是从各个方面去体 体会的 你们懂吗 你们懂吗 不是说你发一个朋友圈官宣了 或者发个微博官宣了 你这个安全感 信任感就会上升了一样 并不是的 有些人就算发了你 还是时时时刻刻都会觉得 我不 我不相信你 嗯 而且 你又不是不五发 你又不是不五发 我只让你晚一点发发了 那可以给他发呀 你可以给他发呀 嗯 这个仪式感是可以有的 这个仪式感是可以有的 但是 你的仪式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对你可以发一条正式的 但是很多东西如果你做出来 就是 很多东西做出来的话 其实还蛮 有时候感觉蛮假的 也不会给人有安全感 好 晚安 好梦 对啊 我得今天是发一条就可以啊 或者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是 介绍给朋友那种也挺不错 就是带来一起去玩啊什么的 或者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再说就可以了 如果女生 或者是男生 你就是你对象非要你发一条朋友圈的话 那你就发呗 就发一条就好了 就是我的那个意思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慢慢去接触你才能 知道他 或者知道自己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的 肚子有点不舒服 整天挺安全感 就是做吧 不能这样子 好吧 那我是挺做的 我觉得 现在很多恋爱都蛮形式化的 就是有种公式化的感觉 现在网上有很多什么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网上有很多什么 情侣必须做的 多少多少件小事 然后 还有什么 每个纪念日 一定要发个什么 在一起一定要发个什么 然后 一定要买个戒指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 不用按照这个套路来了 这样反而 会让人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个热搜 是雪姨的那个 王林 和一个 商务男 是不是 对 他们两个人 就是两位老师 对 你 能感受到 那个 那个男生是真的对 王林老师很好 对吧 能感受得到 但是 就是他一切都安排的很好 他一切也都很好 但是很少能感受到他真的那种真心 就很多东西有时候 太公式化了 反而会让人 敢 相处不到你真正的那个样子 感觉不到你真的内心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害怕 会更没有安全感 不过也很正常啊 其实像我自己啊 我自己 我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狮子座是这样的 反正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喜欢的 是我自己的这种付出 我自己营造营造那种感觉 我自己想象那种感觉 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这件事情 或者是这个人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 嗯 是吧 如果说如果你说我爱这个人的话 我可能更爱的是自己 因为我塑造的他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也没有说那个男生不好的意思 其实我蛮喜欢这种精致精致主义的 哎 这个为什么总是关不起来呢 对 治愈羞散 今天我 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蛮棒的 啊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我觉得蛮棒的 因为刚好讲到情感这个问题的话 那个事情视频蛮长的 他在后半部分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 可以不相信 爱的永远 但是我们可以 相信 爱的希望 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 嗯 开始回忆似的 怎么了今天 还不错啊 晚上好 我们只是在 畅聊 就是 永远可能真的很难做到吧 但是希望大家永远都相信有爱 嗯 嗯 那不就是烂情 哪有啊 哪有啊 怎么会呢 烂情诗同事爱很多人哦 和你分享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好啊 侧过塔罗牌 但是我怎么记得塔罗牌这种只能 维持三个月呀 九个月可以 那个叫什么 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的 所以虽然算是算了如果你遇到心动的人或者是觉得合适人千万不要 不要停下你 想要去追逐的脚步 路边 我都没怎么看过路边 同时交往很多人是渣男吧 烂情是换对象就像换衣服 我能理解这种人啦 只要我觉得只要补那个 只要补 伤害 别人的基础下 我都是ok的 不会抨击这样的人 遇见你谈恋爱和追星没什么区别 敢问一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啊 谢谢哦 谢谢 这有几个女生啊 那你们怎么不来看我 敢这么说女生多吧 截图 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能理解啦 你的意思我给你找个台阶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主要是在我身上花的时间和精力都太多了 对吧 还有陪伴 我们彼此的羁绊太多了 对吧 所以谈恋爱和追星确实没什么区别了 嗯 握手队里里的女生确实少 不是 我电卧里面有一些是女生的 我电卧基本都是女生 大家确实没 对象大家怎么确实都不来找我呢 别人记事 难道不是吗 难道我就没有妈妈粉了吗 其实你是男的 那你最好是哦 你最好每次给我电卧 你都是用变声器哦 有我一个是吧 嗯 好 这九六 这这周六 这几六 好运动会见 谢谢一元棒 你要男妈妈吗 要啊 而且这里还有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 女扮男装的 明明是女生 还要把自己没改成男 我不介意啊 我想当小的 嗯 我是说我想背疼的 嗯 少喝一点哦 好兴奋 为什么兴奋 有的女生真的看不出性别 有的男生也看不出来啊 性别不重要了 性别不重要了 嗯 我就随口问一下 哎呀 我真的好想泡面全 这可以买的多吗 不错 因为其实我48岁了 穿的衣服都还 都还都都其实蛮小女人的 纯属可爱的那种 JK的话 其实我是入团了以后 才收到一些 或者是为了拍照 然后才去买的 就比较少 JK 但是其实蛮上瘾的 因为我收藏了蛮多 然后在购物车里面 就是没有怎么买 不算贵吧 也有便宜的 但是 要看 要看情况 你买的多的话就 就贵啊 嗯 还蛮上头的 其实 我就是选不出来 到底哪个更好 而且 就是我后来发现了 JK的他那个褶子是很重要的 也还是有版型什么的 还以为好几千的衣服 嗯 倒也没有 我基本上 我只买过最贵的一件 一条裙子 是UR的 UR的一个那种 那种店 哎 就是不是普通的店 类似于像 那种叫什么店来着 我忘了那个牌子 他那个牌子叫什么 就一条裙子 有一点波西米亚风的 但那个质感 还有那个版型 还有那个 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那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衣服了 那条裙子我花了 当时是给自己生日礼物吧 就想生日的时候穿它去 吃个饭什么的 嗯 晚安 呃 就花了 九百九十九 嗯 对呀 知道赚钱不易了 汉服怎么样 不 晚安 好梦 晚安 我 汉服我也很喜欢 这些衣服都蛮上头的 因为我看到的 就是好看的很多 然后但是都很贵 但是因为我平常也不穿 所以我就不会买 但是如果生蛋 如果要比较要用的话 我可能就会考虑 潮牌什么的嘛 我穿 我穿不来潮牌 穿不出那种感觉 我觉得 嗯 我自己的风格还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风格还蛮明显的 爱买领带 刚刚和美女告白被拒绝的理由是太熟了 很正常很正常啊 他可能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不好意思哦 我才看到你的弹幕 就是我在 我可能会不小心那个 大家可以就是 嗯 可以多发一遍 对 美少女联名的那个也很好看哦 SPAO的 我刚说的又睡不着了 不贵 在购物车里面等到失效 对 那就是说明我不是特别的想买 嗯 对 我也觉得SPAO的质量不是特别好 VR的还不错啦 我觉得 但是VR的衣服得淘 因为它有一些衣服就是有点上年纪 就是很容易显年纪 但是我蛮多VR的衣服的 但那个裙子真的很好看 只不过我现在不够瘦 所以我就没怎么穿 就是那种可以出席那种很正式的场合 或者去海边的那种 是一条白色的那种压光的丝绸的吊带 呃 那种 不能算吊带吧 就是那种 那种 这种细带的那种 嗯 裙子 配像什么色号啊 我最近保存了一个色号 给你们推哦 我要给圆圆写弹幕 大家记得提醒我 嗯 我喜欢类似于这种色号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PNX 就是橘色的 最近我保存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 我会把好看的口红保存下来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口红还蛮多的 所以我就不想买它 什么时候写 好像8号截止 嗯 这个是 Bubbery 是这样念吗 93号 对生诞的弹幕 晚安好梦 英文念的不是很好 最近买了几件西装 我妈说是老太太的 西装的话 我之前在范智桥啊 还有那个 九五啊 就是 多看几件店 桥花 我很喜欢西装的 我有很多西装 嗯 对 都是一些网店 明天要早起拍我 等我先下线了 好 晚安 对 其实我明天也要起床 但是不用那么早了 不够瘦 不够瘦 谢谢你的姻缘棒 对 然后我觉得我的风格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因为 以前在状态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去逛街啊 或者是逛淘宝的时候 就说 这就是农眼瓶的衣柜吧 对 甚至有一个词叫 农眼瓶风 琪琪琪也有好几件 我记得 不是说西装吗 她穿出来的感觉和我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就像 好吧 我不说 好几件吗 她买了好几件吗 桥花 有很多衣服都还蛮好看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看一下我买西装的店都是哪几家 因为其实我都是从女人堆里面去跳西装的 所以她们那些西装其实就蛮少的 像我桥花买的那件就是 就买那件白色的西装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件白色的很好看 你买的黑色的 很巧 这件真的很好看 没有啊 这种你们看 你们看我经常逛淘宝啊 就是看她们怎么去穿搭 像我穿的话就这种效果 琪琪穿的话就是比较酷的了 她上次也穿了 看她们怎么去穿搭 我这件西装还蛮受欢迎的我跟你们讲 玄瑄琪琪都穿过这件西装呢 羡慕吧 没有这个西装真的很好看 是我的 是我的 我之前有穿过 我看一下 哦 之前我买过这一套 哎呀 我很久没有逛这家店了 滴滴马赫 这间店的衣服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我之前在这里面买了一套西装 暗粉色的西装 这一套蛮特别的 嗯 叫滴滴马赫 赫明的赫 嗯 梅子熟了我看看 哇这个太女生了 哎我这几天好像也看到好几件西装来着 嗯 嗯 我的同款不 因为我买的都不是什么牌子的 谢谢音源吧 因为我买的也不是什么牌子的 所以有一些衣服就比较难找 有一些东西就比较难找 可能要亲自来问我才知道 不过说真的 我真的 不过说真的 琪琪穿西装和衬衫都很好看 很适合 还蛮羡慕的 因为我真的很爱西装 我有很多西装外套 好 谢谢音源棒 我还有三分钟下线吧 都要12点了居然 我不能再聊了哟 太晚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两个如果是同性衣服的话会穿出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嗯 嗯 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聊天 好 我明天也会 我也会早期化妆的呦 所以明天应该也会有直播 但是我明天要录音 这个柜子怎么又不用弄开了 晚安 谢谢今天大家陪我聊天 然后翻牌的话我会晚安 我的美童 我今天没带美童 要推荐美童吗 要自然款的还是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音源棒 谢谢 又喜天 一语期注辞 又 什么语期注辞 是有日泡 我有带日泡 我觉得日泡很舒服 嗯 没关系我可以现在推的 很快 有人需要吗 自然款的还是我比常带的那种 就是浅色头发带的 因为我的眼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眼白很小 我不适合戴美童的 所以我戴的美童都还是 我找了很久 因为日泡的美童 他们都很 直径都很大 直径都很大 我一戴上了之后 我其实很不适合戴美童 因为眼白小 其实会 显得眼睛更小更奇怪 嗯 所以如果你们眼白比较大的话 就不推荐 买我的这些美童了哈 我适合小直径的 自然款的 很自然 我跟你们讲 我买那个日泡的那个美童 巨自然 但是你戴上去了之后 眼睛又会亮哦 很亮很好看 就是很多人看了我戴的美童 就是我有一个姐 就是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 那个金基姐姐 有一次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就盯着我眼睛 说你戴了美童吗 我说是戴了 她就马上问我推链接 她说这个美童太好看了 就是 几乎看不出来你戴 但是你眼睛会亮 嗯 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哦 这个 这个牌子 revia 的这个牌子 然后很自然的那一款是 不要买错了 小直径的小直径的 罗亚利宗 这个是没有颜色的 很自然的 你们看戴上去就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眼睛会变亮 很自然的一块 然后有颜色的我 现在有颜色的只是黄色哦 只是黄色 只是黄色而已 没有没有灰色也没有 因为我头发都是金色 或者是黄色 橘色之类的 所以我不会戴其他颜色的美童 我最近在戴的两款 也是这个 都是日泡的 菊光森林 菊光森林 这个戴出来很有那个布丁 嗯 布丁啊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布丁这只猫 就是那个感觉 然后之前一直在用的这一块也很好看 这两款是浅色的 梦幻迷 赫吗 这是赫吧 赫色的赫 梦幻迷赫 对 都是这个牌子 因为他们纸巾都很小 嗯 但其他的就不是啊 就只是这三款 因为我找小纸巾找了很久 第一款的那个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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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利宗 是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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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颜色的 嗯 真的可以说是像隐形 隐形 眼镜一样 但是他会让你眼睛变得更亮一些 非常的自然 然后剩下的两款都是有颜色的 就是 让你的 铜色变浅 好晚安 有点想知道 好这就是我 你们可以去看我上一场直播 或者是上上一场直播 我前两场直播 可以看我前两场直播 我前两场直播刚好带的都是两款不同的美瞳 嗯 两款不同的浅色你们可以看一看 记得写弹幕 好 然后我还想说什么来着 嗯 我今天 你们明天再提醒我一次好不好 晚上好 我要下了 现在还没有要播 可能十几号那周吧 虽然我蛮想回家的 晚安 晚安 我刚刚有一件事情忘记讲了感觉 晚安 是什么事呢 好 哦 哦对对对对哦对对对翻牌 我想说翻牌就是我有经历去不知道今天晚上情况怎么样 反正我我会努力追上大家进度的就是大家耐心等一等 我会按时间顺序给大家翻的哟 嗯 大家等一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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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下播咯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提醒 然后也谢谢大家给我发翻牌 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聊天 别通宵就好 我刚刚还蛮困的现在精神了怎么办 好你们也早点休息哦 我等等要先录个音 明天要发抖音的那个 独居女人的生活的视频 我等等去录个音 所以有点不舒服 拜拜 不啊你们不觉得我 你不觉得我 你去看我抖音了没 我抖音就是一个独居女人的生活啊 嗯 拍的很好 去玩吧 早点休息哦 不是凡尔赛 真的不是凡尔赛 拍的很好 那你多看几遍 都给我评了一下 最爱永远只有一个人 没有我就说抖音 好了好了我要笑了 拜拜 拜拜 壮大姐 好梦 晚安 我们慢慢来吧 我们先来带 hide 啊 我们先来带我 比较多久 我来带我好看 你带谁带我来几个